字柴TV 港股走勢告訴你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是羅sir 羅振邦博士 是智材投資學會的課程總監 今天除了和大家談談行指走勢之外 還會和大家談談兩隻航空股 因為近期航空股來說 都是一個焦點 好 提回大家 我們接下來有個期資特訓班會開課 10月30日 星期五 晚上8點到10點半 是網上上課的 大家來說 安心點 方便點 期資內分開有短炒和過夜兩個話題 這個來說是很重要的 所以在這個班內 我們會講一下怎樣短炒 怎樣做過夜買賣 和會講一些網絡交易平台 另外有個股票入門的必修班 這個簡單一點的 網上的錄像課程 四貨 三百元 可以當一個簡單的學習 也可以的 留意這兩個新班 我們接下來會看看市場的走勢 我們會先看看恆子的走勢圖 大家留意一下 我們今天來說是2020年 10月23日 星期五 今天來講恆子修市報24,919點 升了133點 成交方面增加了1,116億 那整個星期今個星期升了532點 我們現在螢光幕這個是恆生指數的日線圖 好 我們現在就看一個微觀一點的 將它放大一點 給大家看一看 好 圖放大一點 我們現在來說怎樣看走勢呢 我們找三個部份去看 第一部份 我們的加權移動平均線 紅色這條來說 是10天的加權移動平均線 藍色是20天 加權的平均線 好過簡單平均線 可以分開重要性 越近的日數 重要性越高的 之前來說 加權平均線都突破了 短期的10天 突破了20天 另外第二個指標 我們看一個MACD 一個MACD的指標 這個指標來說 我們看看 這個主線是紅色 這一條 另外一個鼠狀圖 現在在0的樓上 我們現在形容MACD這個指標 一個叫做雙牛訊號 雙牛訊號來說 即是上升方面動力比較明顯 這是一個利好指標 MACD這個指標來說 屬於一些高檔指標 大家可以將來留意一下 第二個指標 MACD一個利好的雙牛訊號 另外要看到一件事 就是畫一些知識阻力線 現在把這個高位 和另一個高位連起來 這裡 這個來說 我們叫做阻力線 把低位和低位連起來 好 留意一下 這樣 這個我們叫做支持線 整個形態叫做下降的通道 現在下降通道裡 往上升到一個阻力線 我們也叫做阻力位 阻力位是多少 阻力位方面是24979點 24979 你說如果再上下一個阻力位是多少 就留意一下 這裡來的 好 這裡 這個 我們之前的一個高位 好了 這個阻力位是25847點 25847 所以留意一下 現在來說 突破到這裡 下一個位就是這個阻力位 這裡要看得 大家在看緊一點點 如果你說下降的支持位是多少 支持位方面 好 遇到這裡一個低位 好了 我們說支持位方面 是24102點 24102 大家要留意一下 這些位置 看位的狀況 你說個別股票裡 有沒有留意得到 好 我們先說一隻 近期一個焦點的股票 國泰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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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泰航空今天的收市價是5.8毫半 今天升了2毫子 升幅是3.5% 成家方面來說 有4,119萬 國泰航空近期的走勢 有甚麼形態出現了 我們看到這裡有一個箱底 支持的底位方面 就是這個 5.07 好了 另一個低位就是這裡 形成了兩個 一個底位 現在這個箱底裡 支持線多少 就是這裡 好 這樣 好了 另一個 就是這裡 好 有兩條 現在來說 如果你說在國泰方面 有些人說看上升 上升方面 目標有多少呢 好 目標就是拿回這個 高位 這裡 好 留意一下 這裡 好了 即是說現在的走勢裡 我們形容就是加權平均線升破了 這裡 紅色的就是10天 藍色就是20天 好了 加權平均線升破了 有一個箱底方面形成 另外還有一個MACD 看看這裡先 MACD來說 現在紅色這裡貼定了0 這裡來說就是樹狀圖另一樓上 我們會近乎來說 由這個 紅牛訊號 變成一個雙牛訊號 這是一個轉列點 紅牛訊號 有機會變成一個雙牛訊號 好了 即是有機會 都是利好的 而國泰航空的上升目標是多少 就是這個狀況 就預算是 6.49 即是這裡來的 6.49 下面支持位第一個 預算是5.25 5.25 第二個就是5.07 即是換句話說 如果你當這個 比喻駕駕駕駛的狀況 一旦如果跌破這兩個支持位 可能不排水 分段離場好些 即是我們說 著部分減些貨 先減一半 這個狀況 5.25 再到5.07 5.07 就減完另一半 好了 如果上升目標來說 就看這個 就是6.49 這個就是在國泰入市的 一個思維的策略 另一個 這隻就比較吸引少少 這個就是25800 25800來說 就是中銀、航空、租油 今天的收市價來說 是55元收市 升幅來說 過六 升幅有3% 成交來說 4900萬 這個股票來說 它的走勢方面 還優於國泰 現在加權平均線 剛剛有個突破 有一個陽足出現 這個更加漂亮的 那MACD是怎樣的 MACD MACD留意一下 現在 我們看看 現在主線方面 0的樓下 樹狀圖 0的樓上 紅牛訊號 有機會 也可以變成一個雙牛訊號 雙牛訊號 是一個利好的指標 有機會有一個 紅牛訊號 變成雙牛訊號 在MACD方面 現在來說 加權平均線 突破 和陽足來說 這部份 是比較有力的 所以形容的狀況 這個 中銀航空 租飲 走勢的動力 是比較國泰 更加強的 這個股票來說 如果以滑線方面 怎樣看呢 狀況又 好 我們先滑線去看看 先把這個高位 和這個高位連起來 這樣做 這個高位 這個高位 好 這樣 低位方面 這個 和這個低位 這裡連起來 好了 這個 形成一個上升的軌道 一個上升的通道 上升軌道 現在來說 預算上升目標多少 就是這裡 上升目標來說 就是62.24 62.24 這就是上升目標 下面的支持位是多少 是50.25 50.25 所以 留意一下 這個走勢方面 上面的目標 下面是跌破的指示 這就是25800 中銀航空租任的股票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內容來說 記得訂閱 訂閱 按旁邊的小鈴鐺 你才會收到我們最快的資訊 還有如果喜歡的話 請給我們一個Like 或者推介給你朋友 因為好東西來說 要推介一下 我們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 拜拜